好,我们要安装SISO来交作业 那请你iOS呢到App Store 那如果是Android系统的呢 就请你到Android Play商店 好,我们到App Store 那请你搜寻SISO,S-E-E-S-A-W 然后按Search 好,那SISO Class有两个 上面这一个是我们要用的SISO Class 那下面那个是Parent,是家人的 家长的,那我们先 我们只要安装上面这一个SISO Class 好,那安装完之后呢 请你选I'm a student 好,那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它会提醒你要Tap to scan QR Code 上面要扫QR Code 好,所以你要先按蓝色的Tap 然后呢,Enable Camera 它是要问你说能不能使用相机 那我们要说Enable可以 可以Enable可以使用Camera 好,允许使用我们的相机 那就找到你们的班级的QR Code OK,那这样就进到教室里面来了 这就是你们班的 OK,那接下来呢,怎么样交作业呢 请你按灯泡 如果是手机呢,按下方的灯泡 那如果是平板的话 会在右边,右上方会有个灯泡 点到灯泡之后呢 那这是Anita第一个派的这个作业 那请你按加Add 加Add 然后呢,选好你的名字 比如说你是No.1 Stanley 我们借一下Stanley的名字 OK,那请你要选颜色 笔已经预设是蓝色 你可以选 You can choose a color that you like 选了一个你喜欢的颜色 然后按麦克风 左边的麦克风就可以开始录音了 那可以随时按暂停再练习一次 好,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他会问你要不要允许麦克风 我们都要按好 麦克风跟相机都是按好 之后就不需要再按了 然后Start Recording要准备了 OK,Do my homework Listen to music Play sports Read books Serve the internet Walk the dog Watch TV 右上角有一个绿色勾勾 要按请你按勾 完之后 然后确定再按一次绿色勾勾 OK,那就可以听听看 我们有没有录成功 准备了 OK,Do my homework Listen to music Play sports Read books Serve the internet Walk the dog 然后Activity 就是下次老师派功课的时候就要从这边做 那Inbox 这个不需要 因为它是要提醒你们有没有新的作品 有没有人家教新的 那我们就可以去欣赏一下别人的作品 然后呢 看一下老师有没有做什么批阅 像这个老师有做批阅 This monster has only one eye And the monster's neck is very long He has four hands And each hand only has two fingers OK,然后呢 Listen呢 老师有写了一个very good 那Listen是老师家住的 Amber, you are very good OK,那有时候老师会有Pika 也会有录音 那这样就